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名的阳性确诊个案分散在三个集中检疫所 由于船舰属于密闭的空间 人员的密集度是很高的 所以决定采取最严格的防疫标准 要比照确诊的个案 出院前还需要再裁剪一次的模式 盘石队的经验让大家担心了 国内到底有多少无症状的感染者被漏放呢 我们先带你回顾一下 这个盘石队他们是怎么样裁剪的 所有人必须在隔离前 14天前先验一次 那么呢 出关前再验一次 也就是说新增的这四个确诊个案 他们在这14天都是没有症状的 不过呢 竟然在最后的时候被验出了病毒了 除了陈时中一开始讲的 这些人病毒量很低 第一时间裁剪不出来之外 大家更担心的是 因为这四个人 在这14天是没有症状的 有没有可能14天再传染给其他人呢 对此国内医师就说了 来看看我们针对居家检疫的人 也是在最初的时候验一次 还不像磐石舰队哦 14天还会再验一次 所以让他们很担心 我们漏放了不少无症状的感染者 所以之前呢 舰队的官兵女朋友 或者是女公关的亲密接触者 才会很神奇的都没有确诊 台湾先前创下了 连六天零确诊的记录 所以不少人趁着无意廉价跑出门湾 但是没有留意自身的安全 像是新北市共疗龙洞攀岩场 昨天传出富人失足坠落崖壁 第一时间救难队员紧急把人救起 但送医还是宣告不治 另外在瑞芳蝠洞 有男子溺水卡在胶岩旁 而在台东都兰村 同样有溺水事件发生 不退出了1968APP 虽然人潮情况一目了然 但是一些被点名的景点意外的受到了波及 有业者透露人潮因此减少了6到7成 生意更难做 指挥官陈时中有感而发 说他感觉到标签化的可怕 不要再看到这种假人帮忙加油打气的画面了 国内已经21天没有本土病例 陈时中表示社区传播风险降低 防疫措施会逐步的松绑 包括中华职榜 球迷都很希望可以赶快进场来观战 中职联盟秘书长表示 已经跟指挥中心承报计划了 今天应该可以获得回复 各球团代表将会在明天开会 希望这个月可以开放球迷观战 实在太恶劣了又要发灾难才吗 王姓男子被发现 涉嫌透过网路卖医疗籍的口罩 以哪天16块到20块来贩售 由于价格远高于市民的行情 被人检举哄抬 警方寻现逮捕了王姓男子等亲民嫌犯 查扣了医疗籍的口罩超过50万片 警方现在把7个人依法送办 看到阳光普照了 今天一样是晴朗炎日的好天气 高温都在30度以上 气象局发布了高温特报了 提醒包括彰化 南投台南高雄平东 都有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 紫外线也是偏高的 外出记得要防晒了 但是中午过后呢 东北部东部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 会有些零星雨 明天因为封面接近 白天一样是好天气 但是北部东北部跟东部 中午过后雷阵雨的机会变高了 另外要提醒这两天 金门跟马祖容易有农物发生 搭机搭船要注意航班的变化 星期三星期四封面通过 台湾北部的海面 所以北部东北部会转为局部短暂 阵雨的天气 温度也会降三度 回到星期现场我们要带你关注 今天是东木界在隔离停满的日子 没有想到在出关前的最后一次裁剪 磐石舰上四个人确诊了 他们的检验结果是阳性 所以磐石舰的所有成员 今天要再留置裁剪一次 但是岳飞跟康地舰的成员 今天是可以解除隔离离开的 详细状况把时间交给记者张光辉 带你关注高雄三陵区大连街在昨天清晨传出火警 而烧死的是高一前院长赖文德他的家人 我们透过这个火藏的图你可以看到 其实赖文德他是住在三楼 而四楼是给谁住呢 是给他的女儿跟女婿还有三个孙子住 清晨发生大火的时候呢 他跟他的太太都还在睡梦中 女儿喊孝炫赶快打电话给妈妈跟妈妈说 现在发生大火了你赶快逃 而他告诉他的妈妈说呢 烟太大了他们下不来 没想到就成为了他跟妈妈的诀别电话 因为最后呢 景晓在四楼的卧室发现了 他们呢 他还有他的丈夫相拥着他的三个小孩 用肉身保护住了三个小孩 让许多人是相当动容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大火呢 现在目前认为了 起火点疑似是因为二楼的电气短路 所以才会发生大火的 而画面上你看到了 就是因为过去这个地方呢 常常有小偷出没 所以他们加装了铁窗 才会阻断了这家人的逃生路 这一家人其实是医师世家 因为除了刚刚提到的 高一全院长赖文德 他同时也是屋主之外 他的女儿赖维安 女婿黄雁杰 都是嘉一科的医师 两个人是在住院医师的时期认识的 结婚之后育有三子 最小的才两岁 赖维安刚刚休完育婴假返回职场 没想到因为一场大火 夺走了五人的性命 让做阿公的赖文德悲痛不已 据统计火警发生原因中 以炉火烹调约六成居多 但是第二名的电器因素 虽然占了三成 不过是造成火警死亡惨重的主因 消防局提醒 居家用电一定要记得 五不一没有的原则 就是用电不要超过负载 电线不要捆绑 插头不能无损 电源的插座不要常插 还有周围不要放可燃物 没有安全标准的电器 不买不用 其中的用电不超过负载 是最重要的 尽量不要在同一个插座 或是延长线上 连接过多的高功率电器 避免火灾发生 同样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这是铁路杀警察案 一审宣判无罪 正姓男子以五十万元 交保引发了争议 二号嘉义检方再度抗告 也申请对正姓男子送医监护 台南高分院 以五十万元的交保金不足 跟达到本案保全被告 与防止再犯的目的等理由 昨天晚上裁定 撤销一审的裁定 发回地院 重做适当的裁定 嘉义地院何一廷 预计今天会审院 全部的卷证再做处理 台中市东市区的大甲西畔 三号上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一名男子被人发现 全身多处刀伤 倒卧在菜园里面送医不治 警方调查发现 死者是六十四岁的张姓男子 家属说呢 死者跟七小感情不好 所以一个人在东市租屋 警方在现场发现 有打斗的迹象跟血迹 已经掌握了特定的对象 政府持续抗议 人权议题也受到检视 有学者指出 政府以特别条例 传染病防治法 作为政策法源的依据 但是第七条 就像是帝王条款一样 无限地扩张政府的权力 恐怕有侵害人权的疑虑 其中呢 驻记武汉台胞最有问题 他们认为 这个法条是空洞的 让政策的合法 现实有争议 呼吁政府应该要 尽速修法 台湾连续七天的零确诊 失败 其中传出有确诊的人 是回台之前 早就有症状了 引发外界批评 指挥中心回应 台湾是健康人权守护者 如果自己的国人 都没有办法接受 那要怎么办呢 对此有专家说了 指挥中心驻记武汉的国人 要求包机要登记通报 但是放任欧美等 其他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回来 不管症状就可以登记 边境的管制 根本是两套标准 来看看郑林张姓书记官 她的工作态度 让很多人没有办法苟同 原来她竟然把结案书类 当成废纸销毁了 导致280件 应该要永久保存的书类 没有办法按照规定来归档 甚至她拖延了送审的案件 在一个月之内 矿植了五天 长期行为怠惰 公务员陈建委员会审领之后 判她撤职 而且停职任用一年 她现在已经在去年10月 正式的辞职了 正式焦点 本集完